我們剛剛跟各位介紹的電磁鐵 電磁鐵有很多的應用 那考試會考一些它的應用 它有起重機 有電鈴有電話有喇叭 我們就會介紹它是怎麼樣用的 第一個是起重機 港口這個起重機用軟鐵通電 就有磁力把它包吸起來 一過去包斷掉放下來 所以它一定要用軟鐵做 它才能夠通電立刻就有磁力 斷電磁力就消失 否則的話電半天它也沒有磁力 吸起來之後就再也放不下來了 磁力不容易消失放不下來了 像這個影片上所顯示的一樣 機動機 這個起重機 有意願轉到電磁鐵 你只能讓它們多一份的東西進來 因為它就是電磁鐵 一旦要把發展的東西關到電磁鐵之後 你就能把電磁鐵關 關掉在議題後就掉下來了 然後在電磅 電磅你按一下就會空空空空 Birthday 一直敲 為什麼勒 因為 還有個構造 我現在呢 按一下 有個電流 電流呢就會產 這個 那個U型的地方 產生磁力 有N级跟S级 那个N级跟S级不重要 因为它是要磁力就好了 然后就会把那个蓝蓝的东西呢 吸过来 吸住 就敲响 可是它一旦吸过来之后 左边就断掉了 就变成断路 断路了就会怎样 没电嘛 没电就没电流 就没磁性 那那磁力就会消失 消失它就会被弹回去 又有弹簧嘛 弹回去 断路 消失 然后呢弹回去 弹回去又形成通路了 那怎么办 它又有电流 又会 又会有电流 又会有磁力 又会吸过来 然后又会响一声 所以你只要 按一下 它就一直敲 一直敲 电磁铁 OK 还有电话 有人说电话 不是贝尔发明的 我们也不要管了 反正呢 就是电话 然后我们现在讲的是 爱迪生改良的 电话 它有一个听筒 有个话筒 然后有个听筒 有个话筒 注意一下 怎么做的 第一个呢 是我们讲话的话筒 讲话 我讲话的时候 我有声波会震动 那个金属板 就会震动 震动上会压缩 那个碳粉盒 那个碳粉盒 会压缩它 碳粉压得比较密的时候 接触比较多 电阻比较小 电流会比较大 比较松的时候 电阻会比较大 电流会比较小 所以它就会 根据我的声波的震动 有不同的压缩 就产生不同的电流的状况 刚刚讲的压缩 比较压缩的时候 电阻比较小 电流比较大 比较松的时候 电阻比较大 电流比较小 于是我的电流 就会随着我讲话的 证服啊 频率啊 做一些同样状况的变化 然后电流就出去了 这电流传出去 会传到我的听筒 然后我的听筒 电流流进来 这边的线圈 它就会有磁场 那么 这里有个电磁铁 有个电磁铁 那你进来的电流会变化 所以我的电视里的磁力也会跟着变化 然后呢 它就会 这个磁力变化 吸这个板子 吸这个金属薄片 让它产生同样变化的振动 那么这个振动就会振动空气 所以空气也会产生同样频率的变化 振动 然后传到耳朵就听到声音了 传到就听到声音了 就是我们的原理 原理就长这样 像这个样子 然后有讲话 声音出来 出来 出来 然后就去振动我的金属薄片 然后我就会压缩我的碳粉盒 然后我的碳粉盒就会跟着一起做一些变化 然后呢 电流就出去 电流也变化 电磁铁就有同样的变化 电磁铁变化之后 这个薄片就做同样的变化的振动 然后就有声音传到耳朵 你就听到 就是电话的原理 OK吗 然后以前电话是用所谓的同轴电缆 同轴电缆 现在呢 都改用光纤 光纤有很多的好处 它体积会比较小 可以传送的量会比较大 速度也很快 然后而且呢 它比较不需要 或需要放大气 它可以传很远才需要放大气 等一下有题目 题目里面认为 它不用放大气 那是错的 但是没有别的好选就知道选它 它还是需要续号 它只是要比较远才需要而已 OK 它可以传很多讯息 体积小讯息多 速度快 不受干扰 也不会受干扰 它有一些好处 喇叭 就是构造 基本上喇叭都长这样 喇叭要有些叫震动 怎么让它震动 那我们有一个线圈 我们有一个真心 可能有一个永久磁铁 来做成它 然后呢 我们基本上这个套起来 然后可以前后移动 等一下就让它前后动就震动了 然后它前后动就震动了 OK 好 你的声音的音源 不管你是收音机啊 CD啊 什么东西的音源进来 那你的声音的 本身就它所谓不同的频率 不同的响度 然后它就会转换成电流讯号 电流讯号流进来 你的线圈的时候 那么线圈的所产生的电磁铁磁力 就会做同样的状况的变化 然后呢 它就会跟我的永久磁铁 产生吸引跟排斥 那也做同样的这样的变化的移动 然后就拉到后旁边的锥形盆 就做同样的震动 然后声音就出来 声音就出来 OK 听出来 听出来 所以基本上 就是你的讲话的频率跟振幅 然后呢 让你的电流有同样的变化 电流流进来这个电圈电磁铁 也有同样的变化 然后就有同样的锡跟置 你就拉动我的那个锥形盆 做相同样的一个震动 然后你就会听到声音了 等一下有影片也会带到类似的事情 等一下也可以带到类似的事情 OK吗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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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